台湾老人马英九的竞选核心幕僚朱云鹏被爆料也拥有农舍 绿营今天还带着媒体到现场直击 发现建筑外观气派相当的豪华 朱云鹏则是强调农舍合法拥有 未来农地也一定会作为农业使用 本墙带瓦绿油油的庭院 外观醒目堪称是当地豪宅 但其实产权属于集村农舍 而屋主就是台湾老人马英九的核心幕僚朱云鹏 国民党高官的农舍根本就不是农舍 假农舍全部都是真豪宅 国民党这些高官的叫农舍 那我家叫猪舍 根据台湾农业发展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集村农舍参与新建者必须是农民 但得以买卖 买方不一定须具农民身份 但仍需符合农地农用 我们去买的时候建商就告诉我们 这是集村农舍 我只有跟建商讲 我是中央大学教授 可以购买吗 他说可以 所以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手续办理 产权责任朱云鹏推说不知情 不过看看他的农舍 每户都有三百多平方米 要价五百万人民币起跳 虽然不违法 但农地有没有按照规定做农业使用 成为是否违规的关键 现场是由农民利用中间的一块 就是我们的地啊 目前正在种菜 那我们也乐见其成 也没有跟他收租金 虽然包括朱云鹏在内 二十名住户及建商 目前买卖手续尚未完成 也无法实地规划农地使用 但农舍太过豪华 被民进党痛批身为政府官员 应该要避嫌 朱云鹏拥有财经专长 原本是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 身受马英九重用 一方面推动课征奢侈税及豪宅税 一方面却自购豪华农舍 加上他两年前爆发 利用上班时间翘班与女朋友约会 重挫公务员形象 引就辞职后 目前担任马英九竞选 连任办公室策略总监 如今又惹上农舍风波 破坏民众观感 就看马团队如何止血 不让伤害继续扩大 二条温视众众网林俊峰台北报道